山东队呀山东队 你让我怎么说你呢 真实信了球迷的那句话 孩子没了你来哪了 好兄弟们刚刚解说完 山东南南对阵福建南的比赛 最终山东队在客场 115比98 以17分的优势 大胜福建队 这场比赛兄弟们 是我本赛季见过山东 赢得最寒暢林林的比赛 最后一节我们直接断练了新人 没有让我们球迷们 吃上速敲就心玩 没有让我们的球迷们提心吊胆 而且12人出战 11个人得分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 在上场比赛 我们在出场赢了北空之后 这场比赛又在客场 拿下了福建 可以说兄弟们 我们得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季后赛 也是没有了压力 放下了包袱 球迷们纷纷感叹 这才是我们山东队之前的感觉 太猛了 要三分有三分 要快攻有快攻 而且还有一个两人之间 三人之间的一个小配合 而且今天晚上 我们的年级球员 也是得到了足够的出场时间 足够的锻炼 高试炎 也能提前的三节打卡下班 这场比赛可以说 非常完美 说实话 就是今天的山东队 别说福建了 就是辽宁 新疆 浙江广山来了之后 他也不一定行 要非得说 今天表现不满意 或者是有瑕疵的一点 兄弟们 那就是焦海龙 我认为兄弟们 焦海龙下来见 赶紧换队吧 赶紧去青岛 去帮助青岛夺冠吧 我认为在山队 确实自己打的也不是很好 而且不开心 而且球迷们 看的也是非常郁闷 非常生气 今天晚上在攻防两端 兄弟们 防守被邹良一个大帽 而且在进攻端 又是被邹良追着屁股打 定位教练 叫的那个暂停 完全就是被海龙叫的 虽然说我们北赛季 进不了季后赛了 但是能够在赛季结束之前 看到山东队如此凶猛的进攻 看到山东队如此 酣畅厉厉大胜 也是实在为山东队感到高兴 也是希望我们球队的这种 求生欲团结 这种拼劲 能够保持到赛季结束 包括下赛季 也希望看到这种表现 说实话 剩下的比赛不多了 也是希望我们的山东球迷 继续支持我们的山东南篮 谁让你我都是山东人 都有山东情怀呢 兄弟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